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求你关注公众号或者满足什么条件才能够获取网站地址 本期视频的网站地址博主都会发布在视频介绍当中 建议大家完整观看本期视频 搞清楚两个网站平台的操作规则之后 再点击视频介绍当中的链接注册这两个平台 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正题 首先看到第一个网站平台 这个网站平台我们先来看支持的收款方式和最小收款额度 从兑换页面可以看出这个平台支持两种收款方式 亚马逊礼品卡和备保美金 下面我们以备保为例展示收款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刚刚我在视频当中展示的是 1127.59积分 现在一转眼间已经赚到了1219.38积分 就是这么快 本期视频不仅将为大家展示收款的全过程 还会教大家一个在这个平台上快速赚分的技巧 我们点击redeem进入被保兑换页面 在这个地方下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平台不仅支持兑换5美金和10美金的被保美金 还可以兑换5欧元的被保和10欧元的被保 说明这个平台不仅支持美金收款还支持欧元收款 5美金的被保需要530个积分 我们现在直接兑换10美金 10美金的话只需要1000积分即可进行兑换 目前我已经赚到1219.38积分 好我们点击confirm进行兑换 之后它会弹出are you sure的提示 我们点击yes继续 之后会跳转到兑换记录的页面 这个地方显示到我的这个兑换记录是一个1000积分 10美金被保美金 下面我需要做的就是尽等美金到张了 下面我们点击dashboard进入主页面 正如视频刚刚提到的 我会在这个视频当中为大家介绍一个快速赚取积分的技巧 主页面会提供很多任务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些任务的积分并不高 比方说这个只有3.75积分 这个只有9积分 因此下面的这个技巧是博主为大家总结的 我们将鼠标移动到offer walls这个地方 点击我们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赞助商 但是不是每个赞助商都值得操作 博主比较喜欢做的 首先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赞助商当中 点击进入 为什么博主喜欢玩这个赞助商呢 因为它里面会隐藏一个非常高积分的任务 我们看到在前面显示的这些任务也是比较少的 3.5积分 3.5积分 这个也只有84积分 但是你往下翻 你就会发现这个地方会隐藏这样一个任务 这个隐藏的任务完成后符合要求的话 可以直接拿到560积分 刚刚已经为大家提到过537分可以直接在这个平台上兑换5美金的被保 也就是说做一个任务 你就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收款了 如果你觉得这种任务的要求对你来说太难了 没有办法完成的话 那我建议你直接进入到这样一个赞助商当中 这个赞助商会有一个推荐的调查板块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用不同的色块进行展示 这个赞助商的任务的得分相对来说也还可以 比起刚刚在首页显示的3.5积分要好得多 像这种10分钟 这个的10分钟只是一个预估的完成时间 如果你完成的坏的话是不需要10分钟的 完成这些任务就可以获得77.9积分或者90多积分 有时候运气好的话会刷到100多积分的任务 像这个 这个有252积分 当然这个的话要求也会更高一些 还是提醒大家 这些赞助商上的任务是需要大家自己去刷出来的 不同的时间段或者说不同粉丝所在的地区 可能提供的任务会不一样 大家可以在不同时间段多多关注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已经变化了 目前已经新增了一个101积分的这个任务 所以说大家要时刻保持关注 有好的任务就要去抢 视频开头已经为大家提到过 本期视频会为大家带来两个平台的收款全过程 那么现在为大家展示的是第二个平台的收款全过程 这个平台是俄语的 但是没有关系 大家按照我视频当中的步骤 一步一步的操作即可 我们还是来看收款全过程 首先点击绿色的按钮进行登录 如果说你觉得语言是一个障碍的话 我建议你使用浏览器的在线翻译功能 比方说 我现在就已经使用在线翻译功能 对这个面板进行了翻译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有中本聪和这个配尔的单位 那么这个地方的中本聪其实就是Satoshi这个概念 玩过比特币的朋友都知道 Satoshi其实可以被看作是比特币的最小单位 如果你之前没有接触过比特币 对比特币没有什么概念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这一张截图 这个截图是博主在互联网上截取的 比特币和真实的货币之间 可以存在兑换比率 现在一个比特币等值于这样一个数额的人民币 不难看出比特币的价值是非常之高 那么我们还是回到现在的这个平台当中 讲解完比特币与真实货币的兑换比率 下面我们正式进入收款部分 这个平台可以收取Satoshi中本聪 也可以收取Pair这个单位 也就是收款有两种形式 其中在中本聪这个形式当中 又提供五种收款方式 包括FaucetPay 比特币地址等等 目前博主已经累积赚取到1万多的中本聪 但是博主还是想累积一下之后再收款 因此本期视频当中我们重点展示 收款这个Pair单位的过程 点击这个钱包图标 进入到提取页面 此处已经展示有我之前的收款记录 现在我们再次进行收款 我们点击这个提取在Pair上 在提取数额这个地方 我们输入11.07 将这个全部提取出来 OK提款成功 目前已经有这个提示 成功的提款正在处理中 下面我们来看看 这个平台如何赚取Satoshi 首先我们将鼠标移动到 赚这个板块 提供几种方式 优先推荐大家玩这种自动冲浪 因为使用这种方式的话 那么它会打开一个新的广告页面 广告自动播放 播放完成 Satoshi也就是这个中本聪 自动到上 现在为大家展示的是 使用这个自助冲浪完成之后的画面 今日获得2.1聪 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这个平台参与的人非常的多 有时候这个自动冲浪的广告 数量并不多 如果没有新的广告出现 可以根据它的这个提示 保留此页面出现广告时 自动冲浪绘画将恢复 好我们进入到这样一种 赚取的方式当中 需要先完成人机身份验证 完成后我们点击提交 使用这种方式就是主动赚取Satoshi 我们点击这个绿色的按钮打开一个广告 提醒大家广告的内容不需要管 我们只是通过观看广告来获得Satoshi 我们可以看到 即使你不在广告页面 这个倒数计时也会开始 我们等待倒数计时完毕 好我们观察到这里 Satoshi立即到账了 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再次展示 同样的道理 我们等待倒数计时完毕 等一下注意观察这里的Satoshi的变化状况 OKSatoshi立即到账 出现了提示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Satoshi是有增长的 展示完两个平台的全程收款过程 和两个平台如何进行网站操作之后 本期视频录制到这个地方 已经接近尾声 看完本期视频 如果还想获取更多免费网站干货 欢迎大家访问我的免费网站博客 有网站 博客地址我会发布在视频介绍当中 大家可以直接点击进入 我的博客纯原创 无转载 没有会员制 所有内容完全免费 并且你可以在我的博客当中 看到不同类型的网站 教程 比方说被保收款 其他收款方式 加密货币收款 赚欧元 赚英镑等等 超多网站教程 不仅网站教程的类别多 网站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 比如赚取佣金 短链接网站 新手网站的合集 玩游戏即可赚欧元 电脑手机开机赚钱 自动到账 如果你是网站新手 建议大家将鼠标移动到网站新手专区 查看博主为网站新手朋友精选的超级简单的网站项目 在玩机技巧部分会有提升电脑速度 以及解决各种电脑问题的相关技巧 觉得博主的博客不错的话 欢迎大家将本博客分享给更多的人 网站视频制作不易 喜欢本期视频不要忘记点赞支持我的创作 觉得博主发布的内容不错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图标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最新更新了 欢迎大家将本视频分享给更多的人观看 想和大家交流网站心得与技巧 欢迎大家加入我的免费网站电报群组 群组地址 可以在视频介绍当中找到 非常感谢大家对本期视频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